HELLO 大家好 我是HIDI 自從買了這件這麼短的牛仔褲之後 我就超級超級想穿 但是天氣太熱了 根本就穿不到外出 唯有在家拍片的時候 就過一過癮穿著 遲些都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 天氣不太熱的時候就可以穿到外出 真的很熱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這件事 真的超開心 基本上它對我來說是一個 Mile Stone來的 在拍片這個生涯 因為如果你們有看我的影片 我最喜歡用的或者最常用的化妝掃 應該對這個牌子都不陌生 在我的片身上 就是Sigma Sigma是一個很出名的美國化妝掃牌子 我不知道我何得何能 亦都他們怎樣去找到我這個 Youtube界的一粒塵 過來 去寄了一些產品給我去試 給我去拍片用的 超級多謝他們 他們寄了很多不同的產品給我 有些我就用了 但其實很多我都未開的 想跟大家去做一個 開箱 少許開箱的感覺 亦都是小介紹 因為我都會拿我平時用的Sigma產品出來說 他們寄了給我 我已經拆了一個包裝 其實有一個很大的膠的東西 包著它 但是我拆了牙齒 這個就是一個洗掃的箱 打開它之後 裡面就會是一個箱 然後有些一粒粒的東西 其實是很方便洗掃的 因為他們是可以很乾淨的 這樣洗清楚掃 不需要特意拿手去揉 或者特意買另外一些洗掃的工具 就是在上面一揉就可以了 而它後面是有些吸盤 就可以吸在洗手盤那裡 就可以打凍的 然後就可以沖水 應該會很乾淨的 聞起來是沒有特別的香料味的 所以這個是我都很期待的一個產品 因為這個牌子Sigma 是比較有名在於他們的化妝掃的 所以說真的那句 我對他們的化妝品 是沒有任何的期待 也沒有任何的追求 甚至沒有留意他們的 所以這次他寄了三個化妝品給我 這個超驚喜 無特驚喜 原來真的蠻好用的 這一盒裡面就是一個12個顏色的眼影 它的色彈後面都會很容易看到 是一個偏紅彈的眼影palette 我第一次打開它的時候 是有一下子覺得 原來Sigma的眼影都這麼漂亮的感覺 我一開始的時候 就以為它是偏開架的價格 所以我給它的質素 真的很驚豔 但後來我發現 其實它如果是正價的時候 都不是特別便宜的 這一盒都大約要300元港幣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質素是正虧的 但其實Sigma是經常做特價的 如果大家有留意它的網 它三五七時 不同的日子 都會有減價的情況出現 如果它減價的時候 這個也很值得入手 我給大家看近鏡 就會看到有些有珠光閃粉 有些是牙身的顏色 淺色的也有 你看看 很顯色 而且很容易混合開的 它不會說 顏色去到一塊塊 這個是牙色 都是很好混合的 當然這些有珠光的 就更加容易混合的了 如果你畫一個比較深色 是紫色的顏色 都是做得很漂亮的 你會看到是很Smooth 我是沒有做過任何的事情 我的手指是不乾淨的 所以超好 而且你會看到它的淺色的光澤感 是很漂亮的 這個是驚喜之作 之後就會說它的胭脂 其實我今天也在用這個胭脂 因為這個胭脂 它本身給我的感覺 是我不適合用的顏色 你看到它的粉紅色 太粉紅了 這種Dolly Pink的顏色 其實我平時是無法用的 我今天本身是想著 反正都拍這條影片要說 那就試一下 原來又不差的 你會看到它不是那種 很螢光的粉紅色 所以它就算比較 黑眼健康的皮膚 用下去也不會覺得 很格格不入 雖然過了鏡 它是一個很正統的Dolly Pink 但其實在真實看下去 它也有少少 很少的偏珊瑚色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它可以適合到一些黃皮膚的人用 而且你會發現 不是很飛粉的 我只是這樣擦下去 它當然有飛的 但是它是 那個情況是很接受到的 你會看到它不是 掉很多粉出來 在我的手指那裡 基本上是沒有什麼的 所以其實它的粉 都是壓得很實的 之後它就給了我一個Gel Eyeliner 這個Gel Eyeliner 我真的沒有用過 它比較顏色 是一個黑色的 其實我連開都沒有開過 是不是很壞 因為我收到這個 不久了 急不及待跟大家分享 這個Gel Eyeliner 就是純黑色 好了 我就決定把這個Giveaway送給大家 這個是其中一樣 裡面還有一個Giveaway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是不用黑色的眼線的 所以如果你有用黑色的Gel Eyeliner 的話 就跟我說聲 在下面留言 我就會送給你了 之後還有一個 是Eye Shadow Base Primer 的產品給我 這個產品 我有試過在手上 然後覺得它的質感 好像不太適合我 所以我這次也沒有用上臉上的 如果遲些我再試幾次 喜歡用的話 你們就會在一些 每月最愛 或者其他的影片 就會看到它的蹤影 這個 Eye Shadow Base Primer 暫時我沒有任何評論 比較有信心去介紹的 一些產品 就是不同的化妝掃 Sigma的化妝掃 它們的包裝都很標準的 會在三角形柱體的膠盒 會放著一枝一枝的掃 我以前去買的時候 都是這樣的包裝 暫時沒有變過 為什麼我說 我會比較熟悉它們的化妝掃 因為Sigma這個牌子 我本身買了五枝的化妝掃 我這五枝化妝掃裡面 有三枝都是我非常愛用的化妝掃 首先 第一枝 它們給我的化妝掃 就是 它們的F80 Flat Kapurki 這一枝化妝掃 我自己是有買過的 我有買過 有擁有過 當然就是give away送給大家 這個就要留意最後有什麼去做 然後去拿這個give away 這一枝化妝掃在官網買大約$200港幣左右 其實我覺得是很值的 你會看到 其實我都沒有洗 其實我今天的妝掃 就是用這一枝掃去化 它是超級舒服 超級軟 然後毛是剛好適中的 我不可以說它是非常面密 它也是一個比較紮實 然後很滑的一個化妝掃 正常常 譬如我現在最常用的Dior粉底 你畫出來很快就已經掃勻了 絕對沒有粉痕 除非你用到一些 再薄一點 好水好水的話 它推的時候 都會有 嘔嘔的粉痕 而且它的大小 基本上 一下 兩下 三下 四下 就已經半塊面了 這裡兩下 就已經半個額頭了 所以它上妝很快 它有機會是比Beauty Blender 所以這一枝 其實我有想過自己保持 但是我不會這麼自私 我會跟大家分享 然後它還給了一枝眼線掃 你會看到這枝眼線掃 是超級毛的小 所以有時候 你勾滑眼尾 或者一些眉尾 你想很細緻去做 這枝掃是非常適合的 然後這一枝 就是F06 Powder Sweat 這枝F06 其實我有一枝 又差不多是F03 HIGH CHIPBONE HIGHLIGHTER 這枝其實你會看到 它做這個HIGHLIGHT位 那個Angle 是超級適合的 位置是超級好的 所以有時候 HIGHLIGHT 我都會用到這一枝掃 而它給我的這枝F06 Powder Sweat 的話 有什麼用呢 其實它反而就是這個位 有時候你會看到 一些人很喜歡 然後用一些碎粉 就是你會在眼底下 下一點碎粉 讓你的眼妝不會掉下去 那麼髒 最後你會用一枝掃 去掃走一些多餘的碎粉 其實就是這一枝掃 兩枝掃都是F0系列 有什麼不同呢 為什麼尺寸又差不多 然後又是前面圓圓的 有什麼不同呢 就是這枝掃比較多毛 紮實一點 你會看到會是前面深色的地方 實一點 後面白色的毛 是鬆一點 所以它做HIGHLIGHT的位置 就不會去到很實 但是不會拿不到粉的 而這一種全白色的 它就真的做到很散的 你會看到它是鬆散了的 所以它拿粉 其實是不可以做到 拿到很多粉的效果 反而它為什麼會做到 一個掃走一些多餘的粉的效果 就是因為它做到好像一個掃把 這樣的形狀 然後到這一枝是E38 Diffuser Cris 那這一枝掃其實 原來我是有多一枝Sigma掃 但是我借了給我朋友用 那枝和這一枝都是異曲同工之妙的 這一種透的眼影掃 比較鬆 然後比較圓 最適合畫完眼影之後 掃回眼窩位 令到眼影融合起來 就不會有色塊在眼上 就不會一塊塊的顏色 就會變成很混合 然後很融合的感覺 而最後它們送給我的掃 就會是一枝E59 White Shader 那這些Shader掃 我是一定會喜歡的 因為同一個系列 有一枝E20 Shot Shader 它是我 我想我有四五十枝掃吧 裡面 最喜歡 最喜歡的一枝掃 究竟我有多常用這枝眼影掃 我是用到它這些字已經掉色 但是其實 我不是用了很久的 我是去年11月買 12月寄到來香港 這樣短短半年的時候 我已經用到掉色了 每一次只要我化眼影 這枝掃一定更新的 我是不會把它借給別人的 那這枝掃為什麼我會這麼喜歡呢 就是因為它非常非常紮實 它去blend開眼線 做一個漸層 這些效果都是非常好的 所以這次它送了E59這枝掃給我 也是一個Shader來的 我相信我也會很喜歡 但是它在功能上有點不同 因為它是比較闊頭 所以這枝掃其實是會用來做整個眼窩的打底 嘩,那些毛很舒服 所以這枝是很適合的 整個眼窩這樣掃一次 雙眼皮又變成三眼皮了 雖然這次Sigma沒有送粉狀面的掃給我 但是我都會幫他們說這枝非常好用 就算是我 或者是一些台灣的Youtuber 或者是一些外國的Youtuber 應該都對它不陌生的了 就是Sigma的F10 這枝是我用過這麼久以來最好用的胭脂掃 無論是大牌子 幾百元四百元的掃都不及這枝掃那麼好用 所以這次這條影片我真的拍得很開心又興奮 你們會不會感受到我這種特別興奮的心情呢 所以今天我也真的很想跟大家分享我的喜悅 這兩樣的giveaway 一個就是黑色的gel eyeliner 還有另一個就是非常好用的粉底素F80 如果你想得到這兩樣的產品 隨便一樣的話 很簡單的 一樣就是 Like我這條影片 Subscribe我頻道 然後留言 告訴我你想要哪一樣東西 為什麼 隨便說些話 一樣都是同一個玩法 還有希望大家可以跟多些朋友說一下我的頻道 等多些人去看 多些人去看就會有多些不同的牌子找我合作 其實你想想每個牌子找我合作 我都有giveaway送給大家的話 是否一件很開心的事 所以希望大家幫幫忙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SubscribeChannel 然後每個星期都會分享兩條新片 那我們下條新片再見 Bye Bye Wiii